因為我們這塊地 剛開始本身通通是種魚的金黃 那我們現在終於慢慢的再改變它 做有機的你就不能說 就像人家講說 你這個雞蛋不能光放一個籃子裡面 要分開放 你要種牌什麼骨 你要沒有骨頭 因為你一定要每星期生油 我就蒸蒸 這十年我就知道 如果你要種所謂的有機 我說這句比較難聽 想做客吃比較快 但是其實有時候我們去看看 整個大環境 整個果園裡面 還幾萬斤才釣了 差不多接近五六百斤 那還算好 不算多 這樣來安慰自己 其實你可以繼續走下去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農夫與他的田節目 無毒農業是政府的農業政策之一 有別於有機農法 無毒農業講求農藥零檢出 希望在數量和品質上 都能有穩定的供應 南投普里鎮合成里和一星里的交界處 人稱大平鼎 意思是一大片平坦的高地 雖然沒有豐沛的水源灌溉 但是因地形有些微坡度 又不易積水 反而適合百香果 絲瓜等作物生長 目前全台灣有九成的百香果 都來自於大平鼎 湖里鎮合成里和一星里交界處 是一片平坦高地 當地人俗稱大平鼎 這裡因為沒有豐沛的灌溉水源 不適合種植稻米、焦白筍等作物 但因為地形微波、不易積水 是百香果的最愛 目前全台灣的百香果有九成 都來自這裡 他是今年56歲的蔡劍大 在大平鼎種植百香果 已經超過20年 每年7月小暑過後 百香果樹陸續開花 這時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壽粉 蔡劍大在當兵前 也在工廠當了幾年學徒 退伍後覺得務農比較自由 於是選擇回家幫爸爸種田 我們爸爸也是都做農 因為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們爸爸那時候 他也算比較有歲了 身體比較不好 我當兵前 也在外面工作五六年 結果當兵做到要當兵 去當兵當完兵回來 就覺得說 在外面做工廠的作業也沒有什麼意思 想說回來自己有農地 回來幫爸爸做 然後一方面我覺得說 做自己的田地這樣 我也覺得比較自由 比較沒有壓力 百香果我們這裡初期 在二十幾年前開始 開始 開始 種的是 本地 差不多三分 三分之一的人 有在種而已 三分之二就是 菜菊 苦菊 那時候菜桃 我們這裡當兵時 面積也是全性少多 菜桃 菜桃也是有連作的問題 所以有的時候 沒有來 來種一個百香果 跟輪作一下 當兵時 那時候百香果的價值 也沒有說明顯的 比較好 就是為了說要輪作這樣 上幾年過 上幾年過 就是百香果的價值 市場 市場的 通路都會打開 打開 漸漸來百香果 它的價值相對 就是變得比較穩定 百香果原產於 南美洲巴西 紫色種在日治時期 引入台灣 1964年時 又由美國人 引入黃色種 大量栽種 後來農業改良廠 以黃色種為真木 架接紫色種 研發出台農一號 意外大受好評 成為主流 百香果因為具有香蕉 檸檬草莓 石流等多種水果香氣 所以叫百香 而它的花朵盛開時像石中圓盤 所以又別稱石濟果 目前大平頂的百香果 種植面積超過500甲 而通常在單一大面積土地上 耕作單一作物 因為吸收的養分相似 就會造成地力快速損失 這讓它們傷透腦筋 後來發現只要對土地友善一些 適量的注入養分 土地還是會給予正面的回饋 蔡敬村會用牛奶 培育好菌 幫土壤做補品 好 我們這是在發困 裡面 它頭量的微生物增加 靠那個困 它頭腦才會活化 那個植株就比較不會生病 它那個植株就會比較強壯 減少那個生病率 藥苗株就開始 藥苗株就是那個澆水時候 順便那個 頭到那個瘦瓦裡去灌溉 比較大的話 就全部整株就是噴灑的 為了不讓地力流失 除了幫土壤補充養分外 大瓶頂果農還約定 淨用除草劑 只能用人工除草 以草生栽培的方式種百香果 形成除了一年一種之外 另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這是專業耕作區 所能釋放的最大善意 我們這邊屬於專業區 專業區就沒辦法像外面所說的 什麼有機無毒 根本是天荒葉潭 不可能 除非你要在比較偏僻的地方 好像隔壁都沒有種 那個地方可能它的環境看 會不會比較乾淨 我們這邊如果你要種所謂的有機 我講一句比較難聽 先做客戚比較快 我當時我就是原來被刺過 但是我不敢大面積刺 我就是有一部分 一部分都沒有那麼小 就是那時候我女兒 那時候她畢業那時候 她也都跟我說 她對農藥也很敏感 她都跟我說 叫我不要噴農藥 我不要噴農藥就 根本就沒辦法種 她就一直跟我說 我說好 不然我就留一個小部分的區域 這一些我都不要噴藥 其他的我要噴 結果呢到那一年 還沒有還沒有到年底 整個百香果都一方面得毒素病 一方面全部被那個 那個潛淫危害很嚴重 對那個都沒辦法說成 市面上都沒有經濟價值 到最後只有一條路 工廠做加工果汁 雖然要完全有機無毒 目前在大平頂專業區 還無法實現 但還是有像蔡建大所說的特例 今年四十歲的吳明哲 就在距離大平頂約十公里的東南邊 靠近鯉魚潭不遠處的五分農地上 種植無農藥無化肥的百香果 今年是第四年 我要用七公不要蒸 不要轉農藥 可以蒸百香果嗎 因為我還是很害怕 我實在是很害怕 真不喜歡這種無數人的東西 你要蒸百香果 你要沒有果實 因為你一定要每禮拜生生藥 這我就蒸 這十年我就知道 這一定要每禮 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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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 所以第一年 我一禮拜山果 我定長不知 基本上就不見了 所以那禮拜祖 來這裡 第二年 我就說 一定要蓋 每月 蓋去 蓋去後 它對它帶來的危害 完全消失 搭了往事的果園 解決了果實營的問題 也讓它可以開始研究百香果的品種 在這雜草叢生的五分地裡 生機盎然 而自然垂下的百香果藤蔓 看似相同 其實種類高達十幾種 但因為產量少 只能用結果率高的人工壽粉 來確保品質 再加上就是我的東西現在不多 所以我會這樣用 如果說我的產量 很多的時候 我也是會考慮使用蜜蜂 因為我以前也是用蜜蜂的 但是它有它的不確定性 我現在當然是 我的產量不多 所以我要讓它的 它的結果率比較高 所以我 只有用這種 人工色粉的方式 來讓它 提高它的結果 百香果的採收 跟其它瓜果大不相同 因為它不是用摘的 而是在地上剪食 瓜熟蒂落的百香果 才有熟成的風味 但掉落到地上的果實 因為撞擊力道太強 導致肉膜分離 果汁流出後 產生丹寧酸 會讓百香果變質 所以在六七年前 百香果是讓人覺得 酸色的水果 乏人問津 後來大平頂的果農們 研究出 吊床式的採收方法後 才逐漸改變 再去比較遠 差不多五點半 五點半來 對啊 這兩天 百香果 百香果 我都 比較多 那 如果 如果漏很多 會影響 那 長時間 兩滴而已 還好啦 沒關係 因為我們這 都釣網 在 虎路大 我們就不剪 等到它 差不多要打水 百香果 本身 就讓它淡 我們 等它打水 我們再起來 後來 後來 嚇到人家的手 會不會 不會說太淡 水氣太淡 會影響品質 這個就是網子裡面的 剝出來 就是不一樣 你看 美麗的果肉 都 都 黏在 果殼上面 而且這個 倒掉 把它 倒放 沒有水 表示它裡面 沒有在發酵 今天 這個 品質 不錯 最好 過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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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上 它不會水傷 睡吊床 可以讓百香果甜又香 但對友善種植的無名哲來說 卻是不小的資材開銷 所以它只能用育產期的方式 幫百香果親自接生 幫百香果親自接生 對嗎 因為你就是要有很大的量 很大的量 我一直要一個農泡 只會家裡 這麼大量 達到一個效益 不然我只幾顆而已 我只要放牢 只是幾顆而已 我又變成 因為我阿哥主要整理 我剛才辦公司 我做一種 放我自動 你吃的東西 因為我 你這就有 我就是要給它 幫它 空擠它的錦糖 我不會給它百多三 我每天 因為我百分之五 都是在人工收分的工資 去控制 所以我會知道 什麼時候是我收分過的東西 它的結果的量是多少 甚至我可以對我的觀看出 當時的條路 所以我可以提前準備 而且因為我就是有 我就是因為我有控制的山領 所以它會比較紅 所以我就是只要用我自己的方式 我只要它在我的範圍 我控制範圍內 把菜蔬讓它落在我的手 我如果覺得說它可能 它可能這幾天 我沒有辦法讓它落在我的手 但是它可能會在我 沒有看到它的時候落下來 我就會把它夾起來 而且我不會說因為那個房子 沒有因為那個房子 影響到我 我的後續作業 我可以把民間 我沒有好的東西清掉 是這樣 這樣我比較簡單 因為我 其實是因為我 我的量不多 我才可以這樣做 你如果說今天 我越做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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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有心度 我有辦法觀察 我很多 我也是會勉強 因為我一天 一天最多 是開百條在收而已 但是我們 我們也是種這種東西 我們就要去控制 這就是有些 不再種什麼 不再種什麼 不再種台東一號 就是一個 很大的 很大的挑戰 百香果又稱實際果 在埔里 從無人問津 靠著幾代農夫 辛苦耕耘 經過百年 終於成為紅寶石 雖然各家 有各家的秘訣與方法 種出來的果實風味 也不盡相同 但唯一的共同信念就是 他們都感恩土地 帶給他們的馈贈 因此用最不破壞 土壤的方式來種植 也期待無名哲的 百香果實驗 有一天能夠 與大坪頂上的果農們 引起共鳴 在過去 百香果給人的印象就是 酸溜溜的感覺 有時到了市場 總是法人問津 卻靠著一張吊床扭轉身架 成為埔里的一顆顆紅寶石 而在高雄六歸的 引力中和張碧雲夫妻 繼承了引家農場 一百多棵 已經三十歲的金黃芒果樹 歷經巴巴風災的洗禮 農場逐漸地轉型為友善果園 當春天來臨 則來花開 也是紫斑蝶遷徙的時刻 六歸是紫斑蝶北返的 第一個休息站 滿滿蜜圓的果園 隨時都可來場 與彩蝶共舞的田園舞會 在冬天 高雄的茂林、六歸等地山谷 因為溫暖的氣息吸引了 來自台灣各地的紫斑蝶 紫斑蝶掛在樹上休息 匯聚成串 數十萬隻的蝴蝶齐聚在山谷中 成了數一數二的世界奇觀 人們稱為紫蝶幽骨 當閃耀著紫色光芒的蝴蝶漫天飛舞時 這個奇幻的景象 成為當地人難以遺忘的世代記憶 高雄六歸區 近陵山谷邊 有一條蜿蜒的老農溪 人們逐水而居 開墾荒地種植各種蔬果 這裡的農業人口高達80% 盛產金黃芒果 當然 人不會是唯一的生物 六月份正是金黃芒果成熟的季節 在六歸經營農場的營利中 與張碧雲夫妻 正在忙著採收甜美的果實 面積約一公頃大的果園裡 還有紅辛巴勒 檸檬 蔬菜等各式作物 我喜歡吃芒果 我覺得芒果比蓮汙好吃 因為我覺得芒果酸酸甜甜的 比較有滋味 所以我喜歡吃芒果 你直接下去嗎 對啊 直接下去啊 這個會有快感耶 這會有快感耶 小心手 小心手指頭 其實現今人們可以安心 滿足地享用這剩下的果實 跟紫斑碟也有關係 幾個月前 當春天來臨 芒果 澤蘭花開之際 這時也是紫斑碟從幽谷中蘇醒 準備北返的時刻 六歸是紫斑碟北返的第一個休息站 芒果園裡盛開的花朵 是他們補充能量的最佳蜜緣 廖金山是研究紫斑碟多年的專家 也是環境教育講師 友善農場吸引了紫斑碟 也吸引了他來到這裡 好久不見 人呢 怎麼都看到蝴蝶沒有看到人 來了 人來了 你的紫斑碟種得好漂亮 蝴蝶都來了 對 好久沒有來了 結果你看蝴蝶跑光光 現在花開就來了 對啊 都跑到這邊來了 類似哪一種蝴蝶嗎 大部分蝴蝶會從茂林出來 然後經過你的農場上 從你這邊農場開始 一路到那邊 其實這個附近都很多芒果 那蝴蝶就會在住的地方 然後他附近有蜜鹽 他就一直出來防晃 然後你這邊最棒的就是說 你這邊因為沒有噴藥 對 所以蝴蝶來你家 吸完花蜜就走了 映家農場的女主人張碧雲 是土生土長的六龜人 她是讓子蝶回來的推手之一 那我來認識湯米的是我的子蝶 因為他這個地方的南邊剛好是茂林 那冬天的時候子蝶蝶來南不過中 會經過這個上空 然後春天當蝴蝶禮才茂林 往北的地站就是我們六龜 那這個地方就是點入蝴蝶通過的蝶道蝶 所以那有一天我在追蝴蝶通過 然後就來到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這邊的芒果在開花 我們來看看應該有比較漂亮的 這一隻 這一隻是你們這個附近最多的小紫斑蝶 來你聞一下味道 有沒有聞到香香的味道 有聞到香味 有 這是我們子蝶蝶特有的一個器官 叫毛筆器 毛筆器的作用就是求蝶的時候灑香水 真的啊 對 它會生出來 然後敵人捕捉 他恐嚇敵人它會生出來 公的子蝶蝶它有的特色 他求蝶也會出來 對 因為他吸引母蝶 然後有敵人出來 有人敵人它也會生出來 恐嚇敵人 那它的那個香味應該聞到淡淡香味 有淡淡香味 芒果樹同時餵飽了 生長在這片土地的人類 與子斑蝶 譜出了一曲最和諧的自然樂章 引力中農場種的金黃芒果 是它的父母親 在三十多年前所種植 當時父母逐漸年邁 金黃芒果生根的個性 不必常常澆水 比較好照顧 所以成為選項 那它自己根會相當的種 回去找那些養分 所以說在這方面 芒果對我們這來講 它應該就是 種起來是比較輕鬆的 然後那個時候 剛好又有黃金黃 老先生他發明了這個 金黃芒果 所以大家就開始 種這個金黃芒果 他很遺憾沒有多陪伴他們一些 所以為了張碧雲及兩個子女 在1992年 郡中開放正齊官校生 也可以十年暴退後 毫不猶豫地結甲歸田 從中校營長變成帶斗粒的芒果農夫 當年她36歲 那時候我就想尊重她 我說那也沒辦法 她過心退了 你再罵她 其實責備她也沒有用 所以我就跟著她一起打拼了 就只好支持她了 李立中一開始 也是用冠型農法種果樹 但經歷多年歲月 壯年變中年 身體越來越受不了噴藥的後遺症 想轉型友善耕作 但當年並不普及 想做又怕被人笑 最糟的是 後來逞強讓腰椎受了傷 為了佳記 她只好和張碧雲先開了面殿 後來又轉做課後輔導班 維持生活 曾少忠是這裡的社區理事長 父親也是榮民 從小跟影立中張碧雲 都是童年玩伴 年紀雖然比影立中小一些 但比她早從軍中退伍 務農資歷更久 盈利中不時會來找曾少忠 聊天 討論農事 今天那個產量怎麼樣 今年芒果產量太高了 因為去年沒生 去年連自己吃的都沒有 被颱風打過以後 今年產的特別多 那我聽說好像有些地方也是不多 就仿山 就仿山 仿山那邊就是被颱風打過 因為他們的花期很早 它就延後就沒有 我們六輝影響就不大 台南也影響不大 我今年 那個粉介殼蟲好像比較少 幾乎我在塞的時候只有 可以數得出來大概只有幾個 這樣子我們的還滿多的 螞蟻多 一般來講它都會多 但是我那個叫螞蟻 但是粉介殼蟲好像還沒看到什麼 那很好 不是我就是用那個 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 我在套袋之前 我先從頭裡面給它噴一下 我不知道那個有沒有效果 可以試看看 不過那個就比較麻煩 不過我們這個的話 幾乎不打藥 我們套袋之前也沒打 就是小的時候打一樣 我今天就聽你了 我藥通通都沒有打 我就是在套袋之前 就噴一下那個酒精 那就對了 因為芒果瓜旗 在授粉的時候 它也需要昆蟲才能授粉 你用那個驅趕來要 要誤殺也好 反而影響得很好 所以說這個 今天開始講我 眾有據以來 豐收了一年 謝謝你 對於童年好友引力中 不管別人的眼光 能夠傻傻地堅持理想 曾紹忠很是佩服 但他坦言做不到 我認為蠻困難的 對 我印象不是蠻困難的 因為它的東西 說是第一個產量低 就算你價格賣得比起來高的話 你產量低的話 它人口現在是少 小孩子已經大 它如果小孩子還正在讀書 要花錢的話 它根本沒有 它可能要賣低 因為你看到那個蟲在那邊吃 我產量做不出來的時候 那個真的 其實它蠻果 它蠻果做蠻果的話 還可以 因為蠻果你如果不講 那個皮膚不要要求得太高的話 你做有機坦白講可以 你那個樹的修剪的話 不要太膩的話 真的可以 那其他做物像蓮霧的話 坦白講你如果是跟我說 它是有機的 打受我都不相信 現在人在六龜的山區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現在對外的聯外道路 幾乎是中斷的 引力中夫妻會重回農業 是因為在2009年時 莫拉克颱風重創六龜 他們經營的課後輔導班 在災後 學生人數逐漸減少 也因為災後反省 政府在這裡 開始推行友善耕種 讓引力中重燃 對有機農業的嚮往 那個冠軍就是要噴農藥 我當在做這個噴農藥的當中 剛退伍下來這還年輕 在噴藥什麼方面 都還不覺得什麼 後來等到那年紀慢慢大 也覺得這還是不行 因為有幾次也是有 稍微感覺到噴藥之後 情無重途的感覺 為了讓農園一年四季都有收入 引家農場以多樣性作物因應 除了榴槤蜜 芭樂 檸檬 百香果 鳳梨 香蕉等等水果 都依時序等著收成 因為我們這塊地 剛開始本身通通是種金黃 那我們現在終於慢慢地在改變它 做有機的你就不能說 就像人家講說 你這個雞蛋不能光放一個籃子 要分開放 張碧雲當年無心插柳帶回來的澤蘭 在六龜眾多有心人士的推廣下 開始在社區裡落地神根 大家共同的希望就是 蝴蝶再度在六龜翩翩飛舞 然後小小等一下看 來慢慢走過來 嗨 嗨 哈哈哈哈 你看這些東西是套了再三個 可以做芒果 或是你可以做芒果 看那個左邊有了蝴蝶的蜜圓 你看叫做蝴蝶 很美齁來 看誰跟蝴蝶比比 看誰比較美 來看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這隻蝶 你看看牠的翅膀 牠的翅膀怎麼樣 等下來我們等牠怎麼樣 這個翅膀不要抓牠 我剛才有抓到一次 我們不要抓牠 我們看牠飛 你抓牠那就不能飛了好嗎 我剛才有抓 我想應該就是 充滿著自然生態的這個部分吧 至少 牠應該就是沒有太多的一個 農藥或是有毒 才有辦法造就這麼多蝴蝶的一個生態 小一點比較快 小一點比較快 小一點好 刀子下去 對 刀子下去 因為年紀漸漸 未來農場的走向 營利中張碧雲 希望以提供農事體驗的方式 讓都市人利用休閒假日到田裡耕作 體會種田的樂趣 最開心的事情 我雖然說種田很辛苦 可是我每天我都一定要去我田裡面 即使下雨或者是怎樣 我到去逛逛走一走這樣 不去的話我就覺得好像是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這植物它經過你的照顧 它然後成長 然後最後結實了一個 能夠讓大家來享用 享用之後 人家又對它這個 讚不絕口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當農夫 一種愛內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當農夫 一種愛內的事情 接下來也是一位熱愛友善土地農夫的故事 只要談起耕種方式 眼神裡走帶著光芒的蔡曾經 因為鬆軟的土壤帶來的踏實感 捨不得離開農業 它是在忠寮友善種植23年的先鋒 但這條勿農路起初不是太順利 當年的久而一地震 就曾經鎮垮了勿農夢 直到2013年才重返果園 用草生栽培的方式 讓土地自在呼吸 來實現當年未完成的夢想 在早上要去採收 要比較忙一點 都有人訂了 數量沒有很多 它叫美童竿 有時候 外面的人 它長得跟福利蒙很像 人家都把它誤稱叫做活利蒙 它比福利蒙早熟 它黃色會稍微黃一點 不像福利蒙那麼紅 11月以後再採的話 其實會比較甜比較好吃 它酸會退一點 比較好吃 上面白白 這個是因為我們一開始 因為它一開始長出來的時候 它還沒有重量的時候 它是這樣 這樣的話 它這裡會被太陽曬 所以我們用一些碳磚鈣 把它做黃曬 它比較不會被曬傷 等它這樣掉下來的時候 對不對 這裡就不用了 但是一掉下來 這邊的話 我們做得不好的話 這裡還是有一顆會被曬傷 你像這一顆的話 這個就已經被太陽曬傷了 曬傷這一顆 我們就不要再出去了 雖然我有做黃曬 但是今年太陽曬就太強了 所以它打開一點沒湯 你看 沒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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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正常的 你就 哇 這是什麼 這麼快 所以這種的我們都不用賣 這個還是後來才出來的新的品種 這幾年也種了還蠻多的 有很多農友覺得 好賣也種了很多 這顆比較小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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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就是佛利蒙 佛利蒙 佛利蒙 這個是之前我們用 用柳丁樹下去下街 像在這邊來來看的話 就是 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佛利蒙那個品種進來的時候 我會懷疑說 它到底適合不適合我這裡種 有人跟我講說 佛利蒙種的話 有時候裡面會沒有湯汁 它品質不是很好 其實不是 其實是佛利蒙它 因為那時候他們不曉得 在幼果期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些防曬 如果你防曬做得好的話 它不會沒有湯汁的問題 今年55歲的蔡曾經 在南投中寮鄉 用友善農法種柑橘 已經有四年光景 國曆十月底 節氣雙將前後 是柑橘成熟的季節 它每天都要搶在果銀 和春象釘咬前採收手果 蔡曾經的務農路不算堪坷 但是曲折 十八歲時 他是一名剛入學的軍校生 但因為父親生病 只好返鄉分攤農事 父親因癌症過世後 本想轉型友善耕種 無奈碰上921地震 為了生活 只好離農養家 直到2013年 家裡的經濟壓力減緩 才帶著太太黎秀碧 回到果園 完成當年無法實現的理想 種有機的習慣 比較健康 剛開始會怕怕 來的時候看到蟲 還有一些動物 小動物 小山兔也會怕 山上就是有一些生態 都有一些小動物 像我們在照顧這種 所謂用有機或者所謂生態 就是所謂無毒的管理方式 不使用農藥的話 其實它的資材 就是用一些微生物製劑 跟一些猶劣去處理它的病蟲害的話 它大概都大同小異 用的方法都差不多 只是說在採收修剪 這方面的話 有一些不同的話 你自己要去做調整的話 整個大環境它的管理方式 大概都一樣 所以我會把不同的東西 種在一起 我這裡就是要種的時候 我都把它分種 要比自己的火上去搞火 我們的品質會變得更好 鳳肝 尖竹肝 火力芒 美瞳 當初我們從盥形做到現在 有做有機的話 現在當然是比較辛苦 可是慢慢慢慢的 我們就覺得說 不要噴農藥比較好 對身體好 文先生做這個比較辛苦 每行都要做 我只是在旁邊幫忙他 他很認真地說 把這塊錠照顧得很好 都從來不噴農藥 我們的阿公 我們的親情 他都跟他說 種這個不適合 生我還是要怎麼樣 稻草了 稻草了 好 吸双 燈 關火 適合 找個飯 是門外漢 因為那個軍教回來 去當三年的兵 大概當兵就當了四五年了 就要從頭開始了 我回來的時候其實就是說 爸爸這一塊地我要幫忙 那時候還是做冠刺 還沒有接觸到所謂的有機這一塊 後來就是因為有一次去噴農藥 噴那個納乃德 那時候不曉得說 你皮膚接觸太多的話也會中毒 所以那次中毒之後 我自己覺醒說 玩農藥真的不好玩 我命差一點就被它cancel掉 我有時候我去別人的園子裡面 去走一下 他們噴了那個殺草劑 你走進去噴的土地是硬的 那我們這一邊只要稍微有一點濕潤的話 我的土地踏進去就像踏在海綿上一樣 軟軟鬆鬆的 其實我們的東西種出去的話 有瑕疵 有蟲吃 有壞掉 有不好的地方 你可以多多指教 我們盡量力求完美 因為蔡曾經的堅持 它的果園成為很多小生物的棲地 南投中良鄉鄰近高山 有98%的土地是丘陵地形 適合漢作 50年代到60年代 曾大面積栽種過樹鼠 之後還締造了香蕉外銷的黃金時期 不同階段的作物都為中療農民 帶來豐盛的經濟效益 多多麼的孤獨 只會泡沁 印象 罷了 一公里 不然 都恢復 超純方 一公里 剛才有8千 高山 大延期 面前 有過 這棵已經去到國家 咬到之後 這裡有一個異病 你看看你現在咬這個 你看看有沒有 這個地方都要有異病的病害 農民有的也把它叫做老咬牌 硫礁病 一定要咬到過 因為咬到過 這裡有一個生產點 我們就過去咬到這裡 這樣放下去 這樣的話 它整個綠色的病害 我們就除掉了 所以我們在回憤的管理上的話 其實就是那個蛋毀就不要太多 這個有被果蠅尾還掉下來的 我就把它剝開 那裡面已經開始長蟲了 這個就是果蠅幼蟲 它一被咬之後就很容易落果 有時候如果它 那產生黎層酸如果不是很嚴重的話 它還是掛著 它吃得比較活 比較胖的時候 它就會掉到地上裡面 就化蛹 化蛹就跟那個蒼蠅一樣的 其實果蠅它是淫裂 淫裂的話它化蛹之後 它再出來的話 就繼續在危害你原子裡面 所以這個掉下來的果 你是最好是把它撿回去 然後把它泡在水裡 或者是把它攪爛當堆肥這樣 這裡要把它撞起來 這個是最主要還是 就是鮮天牛咬比較上部的枝條所產生的 那一般我們如果在夏天的話 大概這個可能就做堆肥 要不然的話就拿去做那個清潔劑吧 那沒有半火啊 那個蟲害 有時候你沒有抓到的話 它就是一種損失啊 那你要噴農藥 那我自己又不喜歡噴 因為我怕農藥啊 所以我就不噴啊 那不噴就是這樣啊 這就是之前捏一百多了 那這棵這個還有湯 照出來沒表示說 還有湯我們捏不到 有機會 有機會 終於被我抓一隻給你們看了 這一隻就是被我抓到了 不然都是浪在裡面 感到淡淡就放進去 這隻剛好去外交出來 你看它這個牙齒很利啊 有沒有兩個牙齒 就在裡面裝洞啊 裝洞的話 它就會失去水分了 這個就是鮮天牛的幼蟲 你不抓它的話 這一隻枝幹會整個瞌掉 現在抓出來它 修復力蠻強 它可能會慢慢就會恢復了 沒有了 沒有空 沒有海哦 這隻沒有咬 沒有咬好 對 這隻咬什麼 這蝦的 裡面其實不影響裡面 還滿好吃的啊 這個把它剝開的話 其實它汁滿多的啊 哎呀 那還是很好吃啊 芳芽真的比較甜 酸中帶甜 酸甘甜 以前我們老爸都種柳丁比較多 芳芽比較少 因為一種芳芽比較麻煩 芳芽今天牛比較喜歡牙 他就不想種 後來我的兒子想吃芳芽 我就去買了100顆的芳芽 現在才有這麼大顆的 100顆粒要種給我兒子吃 其實現在都買不完 我本來就喜歡這一塊土地 所以我就會回來 這是我本來想要的東西 當然會有很多挫折的時候 但是其實有時候 我們去看看整個大環境 整個果園裡面 幾萬斤才掉了那個 差不多接近五六百斤 那還算好啊 不算多啊 這樣來安慰自己 其實你可以繼續走下去 踩在故鄉的土地上 鬆軟的土壤帶來的踏實感 是許多小農 願意投入友善耕種的初衷 兩位來自中寮 走入無獨摘種的果農 蔡曾經想找回 土地最嚴實的樣貌 讓許多人看見 純淨的美好 還在適應轉型的廖明德 靠著一句句的認同 來平衡落果的心疼 雖然堅持的原因各自不同 但他們都期盼 被更多人肯定 讓每一季辛苦的付出 都能有豐收結果的機會 每個人 每個人投入友善農業的原因 各自不同 蔡曾經想找回土地 最原始的樣貌 引力中與張碧雲夫妻 想讓紫斑碟能夠代代相傳 其實都是想讓更多人 看見純淨的美好 而大平頂的百香果 則是標準的無獨農業 他們都期盼著被更多人肯定 讓每一季辛苦的付出 能有豐收結果的機會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